权利宴汤锅在厦门 我们算是首创 每一天最少可以卖个 一两千斤的鲤肉 只要是节假日 那是天天排场队在等 大家好 我是海浪哥 今天我们来到了火车站 听说这里叫权利宴汤锅 做得非常的有特色 那我今天带你们来了解一下 你是哪里的 我前做安息的 你怎么想说来做这个鲤肉汤锅呢 鲤肉汤锅 现在在北方这一块的话 是比较盛行 也做得比较多 那在我们南方的话 当下可能是 牛肉火锅 羊肉火锅做得比较多 用鲤肉汤锅的话就比较少了 我们应该算是 在厦门这边算是首创 目前开下来的话 顾客给到我们的一个反响 以及产品的一个反目 都非常不错 鲤肉都是用新鲜的吗 是的 鲤肉这块我们都是用新鲜的 在内蒙那边我们有一个养殖基地 运输过来之后 我们每天宰杀再配送到门店 然后再配送到我们店里 那目前你们开几家店呢 目前的话我们是有四家店 那像这样子的话 你们每天可以卖多少鲤肉啊 因为这一家店的话是刚开不久 像我们老店的话就会比较稳定 每一天差不多是可以卖个四五百斤的鲤肉 特别是节假日或者周末 我们每一天都会排队 大概一天有四五百个人过来进餐 哇 那生意真的很不错 那你们店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呀 特色我们现在等于是鲤的每一个部位都有 比如说我们的鲤皮 鲤排 鲤蹄 以及我们的一个鲤杆鲤 在我们这边都可以尝得到 等你来到这边的话 就是可以吃到潜力宴 而且像我们这样汤底也是把关的非常严格 我们每一锅汤用五十六精力大骨下气熬完之后 用完了我们就直接倒掉 绝对不会再重复使用 那像你们这种潜力宴的话是怎么消费的 我们每一锅汤的话是二十八块 可以无限量的去加 差品的话是根据客人的喜好 可以自由搭配 正常吃到你满足的话 人精差不多就是在一百左右 那你们每天几点营业啊 我们每天早上十点开始营业 中午的话我们没有休息 客人过来也可以吃 晚上吃做到凌晨一点 客人走完了 我们就休息一点 我们今天总共来了六个人 我们点了它这边的鲜梨肉 还有梨腱脂 梨肝 梨排 梨肚 还有梨肠 可以说梨的各个部位都有 那它这边的梨肉汤锅里 可以说是类似于火锅 它这个火锅里面的汤里 是用高汤 是用大骨来熬的 而且它只是用五十六斤的大骨熬成的汤哦 那它除了这些潜力宴以外 还有一些生蚝啊 包括一些青菜啊 也是可以用来烫的 那它已经有四家的联手店 火车站这一家里 是这两天刚开的 哇 这个汤真的是非常的鲜甜 特别是加了这个生蚝竞技 俗话说啊 天上浓肉地下梨肉 听说吃这个梨肉啊 是非常的有营养 它加这个蜜脂酱料啊 是自己做的 听说它加的梨肉 蘸这个酱料啊 吃起来口感会更加的好 但它加这个酱啊 真的非常的不错 虽然它这个酱啊 吃起来有一点点的辣 但不会很辣 但是它这个酱真的是非常的香 那有些人会觉得哈 你这个梨肉啊 吃起来会不会柴 其实真的不会 它加做这样的梨的话 在这个酱吃起来的话 一点都不柴 那它教的这个梨肉啊 买个部位做法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这个梨干呢 它是用爆炒的 这个梨排呢 它是用干边的 而且这个哦 你看 还有烧烤 那它像这个梨的肋脏呢 它是用卤水的 那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啊 楼底下的糖食啊 已经全部是爆满了 而且外面还有人在排队 那它这边的装修风格呢 也非常的不错 而且环境非常好 特别是晚上啊 高风期六七点七八点的时候 它这边还有节目表演 虽然是前离宴 但是价格还算是比较亲民的 像我们今天点了这么多啊 大概下来人金也就在一百块钱左右 那它每天的营业时间呢 也是从早上的10点到凌晨的1点 如果你们想吃梨肉的话 随时都可以过来 那如果有喜欢吃梨肉的朋友们 可以过来尝试一下哦 真的很不错 真的很香